一个服装品牌在上海举行发布会 请到李亦峰 朱正廷 王飞飞等来看秀 作为这个牌子的全球代言人 李亦峰也特地穿了一身品牌新品来撑场 他还说很期待可以看到更多漂亮衣服 之前穿了好几次非常有颜色的一些衣服 比如说紫色 绿色 然后今天也很期待有一些不一样的颜色的碰撞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来看一看 这个是21年春秋 春夏 也是看一看有没有既好看又凉快的衣服 其实我今天就是一个风衣后面 它其实会有颗星星 然后你们那衬也选择是一个黑色衬衫 然后上面也是联名一些这种蓝色的心情 然后去搭 然后包括风衣的里面也是这样 然后就是有种涂鸦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还是蛮酷的 今天的搭配就是 因为我平时可能穿西装套装的裤装比较多 但是今天是一个裙装 然后我今天扎了一个腰带 就比较色 但是又优雅的感觉 自己说自己优雅 对对对 然后但是它其实如果要是不扎这个腰带的话 其实是很休闲的 很casual 对 穿运动鞋也可以 然后穿靴子也可以 除了分享打扮心得 他们也有和大家分享近期的工作计划 李逸峰就说自己最近在忙一件事 最近我有什么安排 拍戏 拍戏 你们都知道我拍戏 对 最近就是等着杀青呢 近期的话可能马上一个新电影要上映 希望大家可以去影院多多关注 然后同样下个月的月中 可能也会进入到一部新的古装剧 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多多期待 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就是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的新专辑 嗯